而回家的路如果想走高速公路 看到了国道一号五阳高架路段 北上路面那个裂缝的问题越来越大了 国道新建工程局确认是因为地下水没有办法排出 水的压力往上顶 所以把路面给撑破了 所以现在呢 想办法要再边波来设置这个盲工疏导积水 不过呢 为了配合施工 这个路段啊 在晚上要进行车道封闭 而且预计要一直一路到明年五月前才会完工啊 好了 现在用路人就痛批说 才通出四个多月的路段竟然一再的封闭 抢收钱花的离谱 工程又搞得扰名 测量人员来回在五阳高架边坡上测量水量 先前因为台北台风 公沛地下水压力往上顶 导致路面撑破 现在还得紧急在内侧车道设排水管排水 水位让它维持在我们现在的地面上 以下大概六米到八米左右的位置 八月二十二号 谭美台风造成五阳高架三十公尺裂缝 紧急不救后 国公局在康瑞台风前两天八月二十六号开始抽水 怕地下水排不出去又把路面给撑破 因此以内侧车道裂开处为中心点 前后各五十公尺 钻了十一个直径十公分的点井定时抽水 距离裂缝最近的五六七三个点井抽出的水量最大 一分钟达四十公升 不过这都不是治本方式 国公局甚至计划在五阳高架护栏砖口 制作芒沟积水接流 目的就是要疏导积水 现在是不是有计划可能有一个方向是来做芒沟来解决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我因为还在研议 那我这边是还没有接到说这方面的讯息 国公局话说的保守 因为五阳一旦要设芒沟 施工期间恐怕要夜间封闭车道 民众骂声连连 耗资六百零六亿的五阳高架才刚通车四个月 就因台风让两光的排水工程卸了底 如果要封闭车道 预计明年五月前才能完工 五阳争议再添一桩 珍惜我们的网站固承桃园报道